人力部表示,普通保险协会提出通过长期病假保险和团体意外保险等 为平台员工提供保障的建议,不是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 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建议协会与平台公司紧密合作 尽快在明年第一季度为平台员工提出符合工商赔偿法令的财务保障与赔偿方案 平台员工咨询委员会上个星期建议平台公司根据工商赔偿法令 在送餐员、送货员和私照车司机等发生工商意外后 支付他们的医药费和收入损失赔偿 普通保险协会随后表示,现有的保险方案已经可以有效的提供工商赔偿 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在国会答复议员提问时说 普通保险协会的建议虽然会给员工提供全天候24小时的保障 但这也会推高平台公司的运营成本 而平台员工也不应该利用个人的终身健保保险来承担医药费 另外,政府也将在2024年底前落实平台员工工商赔偿框架后 要求平台公司申报员工的工商情况